阿里昂 你好 我是北岩三毛独 文化部影视局在25号公布 第56届广播金钟奖入围名单 评审团表示 今年的报名作品不仅比往年多 在作品呈现上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多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变化 这整个报名的时间 是从2020年到2021年 中间这一段时间 刚好整个台湾很多的人 经历疫情的时间点 从各类型的节目 也都有具体的因为 这个疫情的关系 表达在他节目的制作上面 而今年阿里昂96.3 原著民族广播电台 共获得八项的提名 分别入围艺术文化节目 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儿童节目主持人奖 少年节目奖 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以及流行音乐节目奖 其中分别以原意识和职人意识变 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的 阿布什跟索阿娜 也分享了此次入围的心情 入围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其实我觉得做节目 尤其是做广播 不太像一般的 可能像做活动 或是收入这么稳定 或者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花费的时间 其实就是应该要说 我们幕后 也都花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拿到这个奖项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光荣 其实我是最同时的 我是今年才第一次出体验 这些广播节目主持人 所以算是 真的还蛮惊讶的 那当然也蛮惊喜的啦 评审团也说到 今年的作品 有越来越多不同语言的加入 带起了许多过去小讨论的议题 但不管是使用哪种语言做节目 只要让听众能享受节目内容跟资讯 都是值得被肯定的 原始新闻 Lavao's 56台北市采访报导